如果CPTPP沒有加入,現在連IMPEF是不是我們都白白白吞了這些美豬呢? 再來第二個我們要關心的就是 加義市會不會成為全台第一個性專區合法化的一個縣市呢? 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本中報新聞 那我們這週要關心的國內新聞第一個就來關心一下 在昨日我們許巧欣議員他爆料的這個最新 印太經濟框架INPEF的結果台灣並沒有被納入 同中我們可以看到在2022年4月19號 為何這場論壇當時我們的蕭美行現在副總統候選人也有參與當中 可是民進黨政府卻毫無的大內宣 用這件事情低調的這樣結束 就是其實他們應該早就料到 其實中華民國我們沒有辦法列入了這一次的印太經濟框架的一個成員之一 那我們之前說吃了美豬就可以加入CPTPP 結果CPTPP沒有加入 現在連INPEF是不是我們都白白白吞了這些美豬呢? 再來第二個我們要關心的就是 嘉義市會不會成為全台第一個性專區合法化的一個縣市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次九合一大選 我們嘉義市有一位名字最長的議員 叫做顏色不分藍綠支持性專區顏色田勝傑議員 當選了嘉義市議員 那其實他在近日也有提案希望能夠在嘉義市設置新專區 讓少數一個議題可以藍綠居然都有相似的一個看法跟意見 那像國民黨議員黃思廷他本身就主張 他其實這個在醫療方面來講的話 其實是可以對於一些性成員者或是身心障礙者 可以透過這個方面可以解決了解現在醫療特殊族群市場的需求 以及民眾的一個看法 那但民進黨議員黃英智則表示其實還是希望能夠跟地方要有多多的溝通 因為現在非常多年長者還是有反對的聲浪 那但是呢還年輕的人就大部分都贊成 那甚至其實這個顏議員他還有提出 透過這個還可以模仿美國 可以有這個紅燈區發展這個觀光產業 賺這個觀光財到底 這個會不會成為我們台灣中華民國第一個性專區合法化的縣市 我們真的拭目以待 接下來我們就來討論國際新聞的部分 首先就來討論現在目前已發戰爭的進度 在這個周三的時候 王毅以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就有通話表示 提倡要健康穩定並且可永續的一個中美關係 並且也針對於這個以色列 還有巴克斯蘭戰爭有共識就是要緩和戰爭的這個衝突 非常的重要 另外布林肯也有提到像夜門蛇夜派 激進團體青年運動 漢軍在這個紅海進行攻擊 強調就是對海上安全國際法不能接受的威脅 那王毅也表示當務之急 應該要盡快對於這個停火直戰來去做努力 那接著第二個我們來關心的是 現在我們COP28 在這個周開始 那其實當中有20個國家都主張 應該要把核電納入綠能 可是呢 環境部長我們薛富勝就說 其實這個部分接受度非常的低啊 他就說再生能源多三倍 反而比較多的國家能夠認同 那甚至高達20國 是表示贊同 這個再生能源多三倍 那這個部分就來跟大家來做一個討論 其實像我們為什麼今天民進黨政府 他們百般的阻擋核電 因為其實如果今天啊我們這個核電一旦重啟的話 像這些雲爆能源這麼多 他們已經投資了一些這個綠能產業 包含金說未來他們下一步就要往地熱能源去投資 那是不是他們就沒有辦法去賺了嗎 所以呢絕對不可能 再加上第二部分 當中啊我們可以看到非常多的這些綠能公司 也有非常多外資的投資 那外資不是中資 那不然是哪裡 就是美資嘛 所以其實美國真的會讓我們今天去重啟核電嗎 其實這我想我們也可以值得去觀察 那我覺得最後我們看到 由於這個氣候變成硬法 我們現在這個碳的那個費率徵收的部分 也有非常多人去問到 到底是什麼時候會公開我們碳的費率 其實薛部長也講到明年的上半年應該就會知道 那看來接下來我們不僅物價上漲 我們現在還要連碳都要來去徵收 到底未來如何 小老百姓這個企業如何應應在這個碳有價的這個時代 我想也是一個一大課題 那最後別忘了按讚訂閱追蹤 我們的本中報新聞 不錯過每週的最新國內國外時事 那我們下週再見 拜拜